陳百勤給我最難摸的印象 就是以前工作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來電台 他的人是很親切的 他是特別很深情地跟你聊天 將他自己的心事告訴你 有時會說一下他最近在近況 又或者他最近的心情是怎樣 他最近創作歌曲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一起出去消遣 他也是很享受和朋友相聚的時刻 所以那些畫面到現在都是經常都會記住的 身為Danny當年老朋友的下面言 在今年寫了一本紀念Danny的書 還得到Danny家人大力支持 其實講到為何我會今年出這本書 最重要就是2023年 就是陳百強離開了我們30周年 而且我一直都很想寫多些關於陳百強的文章 也有20位前輩和好朋友 他都可以分享一些和Danny的故事 或者是怎樣受Danny的影響 我覺得喜歡Danny的朋友 或者沒有聽過Danny的故事的朋友 都會是一個得著 並且我覺得對於去研究香港 樂行文化、樂行音樂的 承傳的年輕人都很重要 但我覺得他在咪前或在台上 都是做到一個很專業的表演 雖然他自己是一個對很多事 都是要求很高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不滿意 或者不開心 就放在自己心裏面 不過他能夠克服到的 他每一次上台都是做到100分 他的歌就好像陪伴我們成長 我們可以在不舒服、不開心的時候 他有一些歌會令到我們振奮 可以繼續向前 他的歌詞是令到我們 在很困苦的階段 是自己幫自己 我覺得這是我們香港人的精神 其實真的很想念Danny 他是一位永恆的音樂、藝術家 哪兒